黑胶唱片及录音带在时代洪流当中几乎被数位讯号给淹没了 但是从日治时期一直到70年代 音乐内容却录着许多民众共有的回忆 其中原住民和土地的连结当年只能够透过这些音乐媒介来传达 十千管展出了200件传统的唱片录音带 明年三月之前还能够过去聆听这一段历史记忆 对原山猫的成名人用道地的诗意唱腔 吟唱曾经安慰过不少游子的名曲《可怜的落魄人》 陆森堡几乎是所有悲难族人的偶像 尽管已经离世 他最小的儿子陆贤文和父亲一样 用歌声描述部落的生活和变迁 而曾经热衷社会运动的胡德夫 便是透过黑招唱片让无数人了解他的诉求 唱片和录音带本身不会发出声音 但是透过走动式的介绍和策展单位费尽苦心 搜集而来的封面或是歌词 让人对上一个世代 甚至百年之前的过往留下时代的印象 那有少数歌曲被流行到主流音乐界 被填上国语歌词 那最有名的歌就是被改编为爱国歌曲的 台湾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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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志伯 台湾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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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湾真是个普星兜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情感的经验 还有共享的音乐记忆 感受幸福的感觉一整年 他原来的版本是阿美卓瑜 非常轻快的 就是我们请努力的阿姨唱一下 不管袁翰都能够透过歌谣 因为歌谣他最能够引发人性的共鸣 然后透过歌谣情感的反应 去认识原住民的历史 美好的时光已经逝去 但是音乐的灵魂不灭 音符飘扬的时刻 让所有人都能够回到当初的年代 记得赖永诚台东市报道